多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 如果大家在看影片之前 可以點贊、訂閱、分享 如果見到有廣告可以的話可以看 謝謝大家 Chris 大家好 我是黎 你好 今天有個新嘉賓 你先介紹一下自己 你好 我是James 來了Galaxy Go 一個月多一點 等一下 我們今天的主題 想說 有些香港人來到英國找工 這位朋友 James 是做電腦行業的 有很多朋友 都想來到英國 想找電腦 我也認識一個聽眾 他在倫敦那裡住 就以為格拉斯哥沒有電腦從業員 他很驚奇 為什麼有人做電腦 我就為了他 又或者有其他聽眾都想知道 究竟在格拉斯哥找工難不難 找電腦的工難不難 人工是多少 這位阿James哥 基本上成功找到工 亦都 上班了 可以分享 首先我們會分享 怎樣找工作 找工作難不難 問你什麼問題 人工多少 還有會不會有歧視 那樣的事情 James 你慢慢說 我就 九月尾開始找工作 我自己之前在香港 做了十年IT 香港其實工作環境 都是辛苦的 想著過來這邊 找一份IT工 輕鬆一點 但是 我九月尾找工作 我到十月尾 才開始 才拿到工作 出了審訊 過程 就發了五六十份 CV 但是真正是 interview 看到那個 employer 就應該是 有十至十五次機會 其實有大部分 都是fail 為什麼呢 因為有不同的原因 一些就是 可能經驗不夠 或者可能不認可 有些就是 因為沒有車牌 很遠地方去不到 有些就是 有些就是 競爭大 另外有些就是 因為是 安全的原因 英國 你一定要住夠 五年以上 才可以 有機會聘請你 有些是 VSA 寫明可以工作 這個也是原因 這個是他們 有些工 即是他們的工 工的 policy 對 對 所以就 不容易聘請 是的 但是 剛好我真的 interview 了十幾次 這裏 剛好有一間 被我 進入成功了 亦都聘請了我 我也是 回了一個星期 接近 其實 公司裏面的環境 都是不錯的 反而我公司 沒有中國人 沒有香港人 只有我一個 對 裏面全部都是 大部分 都是白人 黑人 藍下銳 那些比較少 我在裏面 都是做一些 支援的工作 都是幫同事 弄一下電腦 或者可能 那些電腦不行 或者搞定它 之類 其實這裏工作 工作量 沒有香港那麼 厚重 但是 變相 工資 也沒有香港那麼 好的 我應該是 給香港之前 工資 應該沒有了三四成 應該最少 但是 第一份工 在英國叫做IT 可以靠這份工 拿回 工作經驗 拿回 reference 可能做一兩年 工作出來 再出來找另一份工 可能 行業會再好一點 都要看自己的責任 亦都知道有很多 IT的朋友 會去倫敦 或 曼特斯特 其實我覺得 做IT 曼特斯特 和倫敦 工作機會 反而大很多 為甚麼呢 因為 倫敦又不用說了 首都 今次張碼頭 很多 finance company 都在那邊 IT的需求 應該大些 曼特斯特 都是大大的城市 其實那裏IT的工作 應該多很多 那我來格拉斯 為甚麼會來這邊呢 因為我負責這邊 物價指數 或生活指數 成本比較低 還有 環境不是太大 為甚麼沒有倫敦 和Manchester 那裏那麼大 我相信 還有 樓價 應該低於 曼城 和倫敦那裏 都有一折 所以就選擇這裏 找IT工是困難的 因為其實工中不是太多 IT 主要是支援 或者是 勒敦那裏 比較多 人工這方面 格拉斯哥 我見到一些比較好一點的IT工 可能去到 四萬多五萬磅一年 那我自己也是 支援這類的 不是太高要求的 勒敦那裏 都是二萬多磅一年 所以就 不算太過辛苦 我這個位 但可能去到Manager 或者是 再VP那些位 就麻煩一點 或者 工作力會大一點 這樣 我想問 我們現在問一問 你首先 由建工開始 每個步驟開始說 首先 你建工那時 通常那些鬼佬 是用英文來問你 會問你 會問你什麼問題來主 大概 他通常 會問我 之前做過什麼 工作 或者 我之前 的技術 是去到什麼程度 有什麼 國際學習 認可 那些 主要都是 看回 這份工作 會問你有沒有 相關的工作經驗 我想問 之前 我都跟你聯絡過 要進入英國的 學會 那些 承認的學會 會不會有幫助呢 拿著那些 難鬼學會 承認的 我覺得 應該都會有幫助 因為那些學會 都叫做在英國的 他們都知道 這些學會存在 如果加入這學會 未必 interview 未必會成功 但起碼 別人會認識你 對 會認識你 OK 除了問你 這兩件事 還有沒有其他 文革通常見工 通常 車牌 車牌 還有問你 是否在英國 住夠五年 或者以上 他們應該是 保護一些 本地人 本地人的意思 是住在本地 超過五年 不過是海外 很誇張 我也是本地人 對 那 他的interview 主要是 講回他們公司做的 什麼 這份工的要求 什麼 然後就會問問你 懂什麼 你的要求 從不合到這間公司的 職位的要求 那些英文難不聽 那些人說 都有些 那些音 不像我們以前讀書英文 那些 那麼類似 那些分別 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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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聽到 都覺得很難搞 有些蘇格蘭 有些人的後音 你都聽得到 聽到 聽到 習慣一下 都要慢慢學 因為始終 Scotish 那些英文 是有少少 什麼 你現在上班了 見工說了 上班 上班 吃飯 上班第一天 有沒有人介紹你 還是怎樣 第一天上班 通常都是見自己的頭 然後就 會帶我去走 繞個圈 認識一些新同事 說個Hi 有沒有美女 應該 我那間公司 應該沒有什麼美女 真的可惜 那繼續呢 還有 年紀比較大 你變成小鮮肉 也是 在他們的角度 是 這裡上班 就比較 隨便 吃午餐 香港的習慣 可能會問同事 去哪裡吃午餐 或者哪間餐廳好 想吃什麼 來到這裡 鬼佬公司 我的感覺 不是這樣的風格 他們都是吃沙律 沙文治 如果你想要吃好東西 都要找一下 看看你的公司 附近的地方 有什麼好的餐廳 但我這間公司附近 只是超級市場 所以 你要有些 很出名 又上到報紙 上網站的餐廳 應該 不太適合這個地方 吃自己就算 帶過三文治 真的 你經常習慣 算 不過個人的趣味性 比較低 如果你追求吃的那種享受 我想英國 因為你的工資 我覺得人不來鼓高 因為英國 我以我所知 一個搭車 一個吃東西 出去吃東西 是消費很高的 我想你一個 追求飲食的人 來到這裡之後 你也會屈服自己 自己來吃 你不會吃得太多餐 我也是三文治 餅乾 外面的東西 未必適合口味 很奇怪 是啊 口味是另一個問題 但是 你沒有人出去吃一餐 中午飯 四十元 不四十元 我都說少了 可能六十元 你不捨得 因為你賺份人工 比香港少了 你明白嗎 你不會 我還要坐車 還要吃飯 我拿多少錢回家 其實你是離開罩 你不會 可能你最想什麼 你都會像我們這樣 自己做個麵包 不如我分享一下自己 雖然我自己 有自己的事業 我都是自己 炒好一些飯 做好一些東西 回公司自己精烈 是啊 真的這樣 你不要打算大魚大肉 也有時候 可能有時候 上次不是請 JJJ去KFC 有時候請Simon 幫我整地板 那個 去喝茶 我自己很少 不會出去吃 真的不會出去吃 因為我不是沒有錢 我捨不得用這些錢 去這樣吃 我捨不得跟別人一起吃 但我不捨不得自己這樣吃 就趕完了 吃東西趕完了 上班 有沒有碰到什麼問題 有什麼麻煩 我想上班 主要是 看看公司的位置 和自己的住所的距離有多遠 因為我從家回去公司 都要一個小時 有時要搭地鐵 有時要搭火車 例如我八點半 要回到公司 我都要六點鐘 六點鬆一點 就要起床 因為我這邊要等火車 都要半個小時 一班 如果錯過了 要等半個小時 等一下 我想問一件事 這裡走去市中心不太遠 為什麼不踩單車 或者一路呢 我還沒買單車 我會教你買單車 好 我們很尊重《大公報》 《大公報》 《大公報》說的話 永遠都對 由我出生到現在 我都知道他很難對 《大公報》經常說 有歧視、扯衣、肚口水 低端工作 被人人物人物 你有沒有遇過 首先歧視有沒有遇過 歧視沒有遇過 沒有遇過 有沒有被人打結肩頭 喊救命 應該沒有 沒有遇過 你覺得你自己的工作 算不算是低端工作 不算低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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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你的認知 好像《大公報》說的那些 你有沒有一件事中 我身上就沒有 其他我就不知道 真的很可惜 《大公報》 我真的很想證明你說的話 不過沒關係 我找到幾個人 證明你說的話 可能一百個裡面 有幾個我真的遇過 你放心 我慢慢和你找 今天 James 說了他大概 在英國工作經驗 那麗爺有沒有問題 想問一下 問一下James 其實你現在 回到去 你很多事都要重頭 可能是否只有你一個 即是你負責那件事 即是 supporting 你可能那個 system 或者network 你是不是要重頭 再跟一跟 是否需要這樣呢 看回那間公司的行業 是什麽 譬如以前 如果是做金融的 你之後來英國 如果做回金融的IT 其實那些system 應該都是類似的 就應該問題不大 那我現在這間公司 和我以前做過的事情 其實都是一些 Windows Server Sysco Router Switch 其實這些都是一些 比較大路的事情 最主要都是跟回 那個 server 出來的 network 那些系統 那些事情 那些事情 是的 沒錯 我想最多不同的事情 就是 同事 因為香港做開 整班都是香港人 來到這裏 香港人就不要期望 會有的了 其實 九成的同事都是外國 外國人 都是說英文的 那你要 還有呢 蘇格蘭這邊 那些同事 講英文 不可能 都很像 英格蘭的英文 分別不大 所以 我告訴你蘇格蘭 那些人講英文 聽死人的 有些技巧 有些 那另外我想問 香港就很有趣的 你做support 你做support 或者IT support 那它可以 打電話找你 又可以 在內部的 內聯網 即是 在網上 那裡 通知你 它是否有問題 因為我看到 一些大的公司 譬如 他們有些 叫做fundex 是不是 叫做fundex 即是有個前途 是這樣的 那你現在 那個方向 都是這樣 還是 通常它用電話 還是真的fundex 其實大部份的公司 來來去去都是 Skype 或者Microsoft Teams 可能是有 另一些 另一些 的工具 那 都是一些比較 大陸的 不要說 大陸的 通常都是 因為我們 認識的 就不太多 所以就 會問一問這件事 所以你都習慣的 因為你 可能你以前學 都是大概 差不多的東西 理論上 都是 現在市面上用的 你都習慣 所以 你都沒有問題 對嗎 對 那 開頭如果 在新公司上班 頭一個星期 都是 摸屬一下 公司裡面的IT 系統 是甚麼 或者可能你認識的 新同事是怎樣 脾性怎樣 了解多些 我想對上班 有些幫助 可能不小心得罪 有些同事可能 他們說英文 你可能沒甚麼 但可能人家覺得很有事 但他又不會說你的 我想這些 要摸索一下 這些花一點時間 因為你又不認識他 他也不認識你 大家都是摸的 但感覺上 你感覺上 你覺得他們 那個是怎樣 會不會 有甚麼特別 和英格蘭人比較 英格蘭那邊 上班 IT 我就沒有甚麼 接觸過 但是蘇格蘭 因為我這邊 人的工作 進度 就不像 沒有倫敦那麼快 應該慢一點 而且 文化 都是比較 隨意 沒有那麼拘謹 我想問 你現在上班 你覺得你會不會 是否舒服 OK的 沒有香港那麼辛苦 1至10分 10分是最辛苦 不是最艱 0是最舒服 那你是給多少分 我想我給5分 一半一半 就是中間 你好像港幣兩萬多元 差不多 差不多 都OK 你修英網 壞鬼 睡重 沒辦法 禮爺 好像找了一份臨時工 但是好像說 由於一個 太多人認證了 所以他就說 後來有等事 等事 又是這樣說 你來英國找工 這裡有很多工 你做的 最好有車牌 考定車牌才走過來 因為 James 本身 在英國 是有張英國的大學位 所以他不需要做認證 亦都 入了一些學會 所以基本上 一來找工 容易一點 如果你本身 你讀那些書 首先 你要在英國做了認證 第二 你好像我們 Chris哥也有 你在做那些 即是 那個學位 都要入一些 相關的學會 又不是人來認識你 真的 那些人不開玩笑 你就算拿著 你好打得 那些學位 不知道在哪裏 都沒有用的 你都要來這裏 要入回這裏 當地的學會 說真的 因為真心說的 你們大家來到這裏 就自己做好 功課 那份 學位就做評審 第一 第二 如果有些學會 就入下 唯一就說到這裏 有什麼想說的 大家在留言 那裏說 多說一些 好又可以說 不好 可以說 我們講回今天 James的個案 以及講ID的事情 希望幫到其他更多上來的人 或者做電腦行業的人 你有什麼再說 麗爺 其實是容易的 就是IT 我覺得 無論英格蘭還是蘇格蘭 都 都是容易些找的 會是很容易些的 那當然啦 英格蘭的機會就多些 也都不只是 James一個都聽到 其他都有人 譬如有些在香港 直接調過來也有 我聽到 有些都會這樣 那就是 那就是 不要說了 我知道你說誰 那是會有的 我明明知道 那是會有的 我知道 那是會有 調到再說 調到再說 恭喜他 今天18分鐘 完盡了 先講到這裏 我又要講到六幾條片 我們今天先分享到這裏 明天再有什麼新知識 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嗎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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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